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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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了 志军 妈 我这几天就怕你来 来 来 赶快去 没吃了吧 没有 你也没吃吧 正好咱爷俩现在面条 别吓了 我都给你买回来了 看看 都是你爱吃的 这还是那个盐水羊 对 还是那个盐水羊 还是那个盐水羊的 笑口江湖的 好好好 你这鱼篮呀 我这是开户了 我再也不用吃那个 追猪片条了 我就知道你在家是对的 可 这花生鱼篮刚出锅的呢 热的呢 是吗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多人在那拍你 好长时间 哎呦 那你下班就去了啊 啊 你这在牌子里 哎 这个饭是纸的 好好好 嗯 混乳搭配 混乳搭配 你下的更周到啊 我再擦一会儿 我先擦一会儿 嗯 好味道好味道 打开快 白酸大碗打开 啊 打开 打开 把酒杯拿过来 哎呀 我说你买这么多 我原来还是吃不了啊 吃吧 嗯 好 好啊 这两天心情好点儿吗 哎呀 哈哈 我是应养自己 不去享受中 嗯 嗯 可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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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寻找女生 你跟她想看 你你想看 你让过来 那有时候 你正在他全都可以 说明之前 你到底想想哭啊 你不认识啊 你还想想想玩 你真的家乳搭配 那又要想呀 玩的吗 我上了 可是它太复杂了 另外 那叫网页一打开 全都是广告 还有呢 行 全都是美女 你把它删掉就完了 那是插那个插播广告那是 怎么删呢 这就网页的右上角 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叉 点一下就行了 就删掉了 一点 不 是单几点 还是双几点 单几就可以 删掉了 然后那个页面就出来了 你就登录了你的 给我个账号还有密码 我都给你设置好 是是是 我都寄个小本寄下来了 那你得用啊 我说 写下的时候 长老回来点 你叫我叫我 好 只要我有空 我就来 快点 这么多 一个的大口水 不然生了可不好玩了 咱俩都把它吃了 那你咱俩别睡了 我今天来好好陪陪你 咱俩一醉方休 今天就一杯啊 多了不许喝 你给我到底是半杯 今天就一杯的量 好吧 好 来 喝一口 喂 喂 怎么了 你今天 今天晚上没有任务了 放心 周局说了 给我放两天假 一个呢 让我处理一下小空的事 再一个也让我多陪陪你 放心了吧 这个老周 来 来一口 好 你看 这刚说的电话又响了 没准又是周局 他这个人哪 说话他也不算数 老家伙了解 是周局 不是 不是 周局啊 小龙目的的事呢 我去看看 明天你抽个时间 你去看一看 要是满意呢 要是满意呢 早点把他办了 我真不愿意啊 让你天天陪着小龙的顾客和上心 好 想什么呢 没有 没有 你刚才说 不对 你心不在焉 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事 没事 真的没事 行连长 你我都是部队出身 你心里有没有事 我心里有没有事 咱们互相都清楚 怎么的 你感觉我这个团长老了 不中用吗 爸 你说哪儿的话呢 我 我刚才也没听清楚 你说 小龙目的的事 那 您看着办 好吧 我听你的 心里有事把他说出来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 我是最不喜欢吞吞吐吐的 爸 我真没事 好 六十松居 吉艳啊 那么干什么吉艳啊 喂 喂 志军 我是兰英 我已经在你家门口了 啊 你在我门口啊 不是 我现在在 要是中居女将在建议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我老丈人这儿呢 我正跟老爷子聊天呢 那我等你 喂喂喂 阿英啊 你别等我别等我啊 我回去呢 可能也得挺晚的吧 你 你还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怕你出事 我今天都看见了 你一个人在海边坐了很久 你看着我了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 你快点回来吧 等不到你人 我是不会走的 你体谅我那儿好不好 我我会跟你好好谈呢 不是 我回去真的听话 你别等了 喂 喂 我了 啊 打个电话 是谁给你打的电话呀 一个朋友 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啊 不相干的朋友 你也不认识 来 咱喝酒吧 小蓉 你给我听好了 小蓉走的时候 她嘱咐过我 希望我劝劝你 重复家庭 她知道你无所忙的人照顾我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 你早就跟别人勾得上了 不是 爸 你你你你误会了 你误会什么呀 你你你你你你肯定 我告诉你 你以为 二肚龙啊 打电话 我听不到里头那龙子 我都知道那个女的 给你打电话她是谁 谁啊 刘兰英 对吧 她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在家门口等你 这意味着什么 还说不见不散 这又意味着什么啊 醒出去啊 醒出去 我能看错你 小荣的尸骨还未寒呢 你就跟她扯上了 我真是杀了人 我看错你 我 我 我把人都没有 你去看一个人 我没有 你没有 我让你听到 你 memorial 你还没有 我让你走 你来 你去看一个人 我 我 你 你 2 3 4 4 5 5 5 6 7 7 7 爸 你开下门 爸你开下门 我跟你解释一下 爸 爸 爸 你开下门好吗 你说我是那种人吗 我能做对不住小荣的事吗 爸我求你了 你开下门好吧 爸 你别总一个人 问在屋里边胡思乱想的 所以你跟我贴什么乱的你啊 爸 爸 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太多 我只能告诉你 我现在是在工作 我走了 你保证身体 你保证身体 赵君 现在方便吗 志军你说吧 刚才刘兰英突然就打个电话 晚上要见我 他现在就在我家楼下 你说我见还是不见 那你什么意思 是去见他呢 还是回避呢 如果我现在回避呢 肯定会引起他的怀疑 我要是见了 毕竟我是办案人员 有些事我很难说清楚 光且他现在 找我到底什么目的 我现在也还不清楚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你是倾向于见他了吗 我个人的意见 为了摸清他的真实意图 我决定还是见他了 但是有一点 如果有人说三道四的 你得给我撑住 好吧 志军啊 刚才的局党委会 大家的意见基本统一 对你都是信任的 当然最后的决定 我们要报到省厅领导 有他们讨论研究决定以后 我才能把结果告诉你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事 你我共同来承担责任 好吗 你就打消这些顾虑吧 对社会负责 对人民负责 这是前提 我们个人的利害关系 都算不了什么 去吧 好 你放心吧 谢谢大家 等待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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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進來 累了吧 坐著鞋一會兒 我給你倒倒茶茶茶 好 我们家老爷子这两天心情挺不好的 我刚才正陪他喝酒聊天呢 你突然打个电话 还全被他听见了 差点还闹出误会了 志军 你打算就这样过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要不是因为我 你也不至于如此 你也不至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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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不至于是 你也不至于是 你不至于是 我真的不至于是 你不至于是 没有想法 你不至于是 你不至于是 我没这意思 别多想 我没这意思 我没这意思 别多想了 门告诉我 为什么会去咱们小生日常瓦的地方 谁说我去了 你看见了 谁说我去了 我知道你去了 告诉你 为什么呢 你说呢 我心里明白 你嘴上说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你根本就过不去 你还在恨他 怨了 对吗 我我是那么小肚记者 我跟你说了 我家恨你 我希望 你能过得更好 你想不想 你想不想 你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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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想 为什么 这么多年你都不跟我说 我 我现在 更不想知道了 你的隐私吗 你好高尚 你还真挺想得开啊 你不是更想得开吗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就是连一个消除误会的机会 都不给我了 我说了我不想谈这话题行吗 你 那好吧 我走 我走 Seon 孟军 你什么时候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告诉我一声 好吗 不 机会一直在你手上 你什么时候去 对 你什么时候去 我说你怎么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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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爸 爸 我今天是被误会了 我很冤 我是您忠诚的女婿 也是小蓉忠诚的丈夫 我今天是安盛兰和方 我早上 我毕竟要想 我 这 我 我 这 你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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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娟 如果这手术 不是说万一 我要是下不了这手术台 你能好好照顾自己吗 瞎说呢你啊 多大点事啊 怎么就下不了手术台啊 我是说万一嘛 没有万一 这世界上什么事都难说 更何况我这么大的一个手术 别瞎想了好吗 芝娟 要是我真有点什么 你 能和他 谁呀 刘兰英 你能和刘兰英 一块凑合过日子吗 不能 你想什么呢你啊 你说凑合就凑合呀 别瞎想了啊 我跟她的事已经是历史了 过去了 怎么可能呢 我知道 可是我能看出来 刘兰英她始终心里就没放下你 我就不明白 你说你们当初怎么就 当初那是历史的事了 提她干吗呀 你 你 你是不是给自己增加烦恼的吗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就 我 是 我 我们 不开心的 那不和我说说 谢谢你给我讲了这么多 告诉我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也是一种释放 讲出来心里就好多了 我会听郭团长的话的 以后啊 不再想的了 我听后有个感触 可以直接说吗 说吧 刘兰茵和你从小 一起青梅竹马 你们一起相爱了这么多年 她突然终止与你的关系 我觉得这里 一定有她的难言之处 爱一个人 就要原谅她的难言之处 也许过些年你会明白的 她或许是值得原谅的 也许吧 只是我现在 难以接受这个现实 我理解你的感受 也很钦佩你在感情上的专一 其实 有时候人要学会放弃 有时候放弃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不是吗 我是军人 有时候我会一根筋的 我不也一根筋吗 你不一样 是吗 有时候你会换位思考 我只不过是站在女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罢了 你说女人真的很复杂吗 你说呢 我觉得你看起来 也挺简单的 是吗 那你倒要好好看看了 我到底是简单还是复杂呢 我 比赛 我因为这里 你明白 要不要打脏 我 还没複亚 我 能这么快 看吗 我 是 我 这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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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猫 糟糕 行风姐姐在找我们呢 我们快回去吧 别把她给集分了 好 大猫 小猫 回去的路被淹了 我们回不去了 快上来啊 干嘛 小猫 你们两个千万别动啊 快上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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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了 帮我救救这两个孩子 他们两个下不来啊 然后呢 求求你们了 会游泳的快点过来 帮我救救这两个孩子 小猫 别动啊 等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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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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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怕啊 阿姨来救你们了 不害怕啊 谢谢阿姨 谢谢阿姨 你们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大猫 我叫小猫 加油 加油 小猫是弟弟 大猫先让着小猫啊 你扶住阿姨的伯父 我给你背上岸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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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们现在怎么样啊 这会儿 他们已经睡了 放心吧 就把这一切都录下来了 反正他把他们都录不住了 待会儿就重播 你要不要看看 我马上去看 对了 阿芳 你尽快帮我找到那个救命恩人 我要好好感谢他 我知道了 好 就这样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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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没关系吧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 这是记者在拍摄海灿记录时 偶然抢拍到的一个惊心动魄 意想不到的场面 现在我们来采访一下 这位勇敢又机智的女性 看看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其实我也没多想 我本来是游玩勇上岸的 但是后来听到两个孩子的哭声 发现他们以后 我就直接跑过去了 什么也没想 救人要紧嘛 喂 阿芳 我 我看见录像了 心疼死我了 你快点儿把孩子给我接回来 对 就现在 可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